有一名女子到新北山 从一间卡拉OK消费 布满隔壁桌的男子 喝醉酒跑来搭讪 她的丈夫接到电话 气得找来朋友助阵 结果双方一言不合 当街开打 是从KTV的门口 打到了对面的加油站 甚至还亮枪恐吓 卡拉OK前不少人喝得醉醺醺 警方赶到场制止 原来他们不久前 一言不合当街开打 只见一伙人从KTV门口出来后 打成一团扯法护鸥样样来 甚至完全不顾来车 一路打到马路对面加油站 当街上演全武行不说 更扯的是还有人亮出枪来 这地方短短几公尺 就有两间卡拉OK 邻居说半夜不但被歌声 吵杂声影响 酒客还常常发生冲突 实在是住的性驚驚 住这边还没有安全感 就是他们会吵架 有时候男生会打女生 有时候女生会打男生 他从这边打到这边 打到巷子里 他以为是打到我们家巷子口 好恐怖喔 我又可以打一个 上个月五号凌晨 当时一群人到新北市 三重一间卡拉OK消费 一名女子不满隔壁桌的男子 喝酒醉就到处挑衅搭讪 就打电话给丈夫 料朋友来注视 没想到其中一人混乱中 竟然亮墙恐吓 警方锁定对象指导 嫌犯住处待人 果然当场查获改造设案的枪支 但是枪从哪里来 他不说实话 推给五年前死去的朋友 警方现在还要继续追 记者五位斑马王家 新北市报道